歡迎大家來到拜託ATM 大家好 我是未來銀行行長胡瓜 我是香里Sandra 未來銀行裡面很多現金 各位用智慧來提款 好 今天的主題是 不可不知的國際大事 到底國際大事有哪些呢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蔡依林 林 蔡依林 蔡依林 男生姐妹 林 林 我想把它叫蔡依林 大家好 叫好香里好 妳好 她是文大新聞系 國際新聞主持人 今天有什麼國際大事跟大家分享呢 像剛好來錄影的今天 這個國際的黃金金價 就佔上了歷史新高 2600多 要挑戰2650大關 現在已經佔為2600 接下來是我們鄭立委 妳好 鄭立委 妳好 鄭政前立委 妳好 她是政大東亞研究所 現任立法委員 她的封工委員是去柬埔寨救人子 救出那些受騙的台灣人 對 直接親自去納 2022年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是立法院 跟柬埔寨的國會聯誼會會長 那我們有一個交流到柬埔寨去考察 那結果去的時候 很多家長就跟我講說 那時候台灣很多年輕人 都被誘拐到柬埔寨去 因為工作 覺得有工作機會 對 覺得那邊有個機會這樣子 最後妳去救了人子回來 對 不過我們去救的時候 其實後來有發現 就是不一定全部的人都是被詐騙去的 因為我們也碰過家長很著急 然後請我們協助 然後我們找到這個年輕人 結果他不願意回來 是自願的 不願到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他找到機會了 對 所以他根本就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沒有要回來了 對 接下來陳育甄律 你好 陳育甄律 好 北京大學國際經濟法學碩士 還有日本的 對 還有日本 九州大學 道處 那平常要怎麼提升國際觀 給觀眾一些建議 我覺得很重要 就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黃金 我們有多少黃金 或也要去節目賽賺多少黃金 多少錢財 正正錢 有錢對不對 多少錢財的話 教育下一代還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介紹的是楊倩玲 你好 是 他是上海財經大學系管博士 那目前是國際旅行社的顧問 那今天帶了一本書來跟我們大家聊聊 對 最近出了一本 泰國完全投資公略 泰國投資公略 泰國又好玩 房地產現在又推出很多 我自己在泰國買了六間房子 對 因為我是覺得泰國的 第一個 它房價是台北的三分之一 然後租金報酬 你說最認到的地方 對 就是在曼谷市中心 捷運旁邊 然後小資宅大概是兩三百萬就可以入社 然後它的租金報酬率 其實是就台北兩倍 但在台灣房價那麼高 那你可能小資或是一般上班族 你想要實現一個可以當國際 就是國際房東的一個夢想 那我覺得泰國其實是大家可以想 因為只要花兩三百萬就可以在泰國 對啊 現在很多人往哪裡 日本 泰國這種 因為日幣扁的問題 專家到可以出書了 對 大家都支持 大概可以參與一下 如果對泰國有興趣 你長上去玩了還不如真投資 對啊 投資一下 接下來范瑞君 來 瑞君姐又見面了 是的 范瑞君 金中年演員 北一大劇場藝術研究所 是的 那國際你是怎麼去接觸的 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我們藝文類的東西就是純藝術 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 其實藝術的東西是最無疆界的 而且事實上像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舞台劇或者是戲劇 如果想要去內地演出 或者是爭取到其他的國家 那一定要國際的情勢是非常穩定 而且友善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有可能做這種藝術跟文化的交流 然後那種東西反而就是可以 就是撫慰人心 是 然後那個是非常地國際的 歡迎五位 歡迎五位 接下來介紹兩位我們專家 首先介紹美女新聞主播 周瑜露 主播 妳好 大家好 超人氣財經主播 朱珊 主播 主播 您好 接下來進行第一回合 存款震動賽 現在進行存款震動賽 三十段新獎規則 好 這一回合呢 銀行金庫準備了六萬元 搶答之後輪流作答 每答對個答案是三千元的獎金 那六萬元要搶完為止喔 或是兩道題目輪完為止 是 第一題由朱珊 主播來幾千或差了 來 三十段請出題 這些國際大事你必須知道 根據副比試雜誌2023年指出 影響2024年的十大全球趨勢 有哪些呢 欣賞的 瑞金 把桌子擺回了 我覺得會影響很多 不只是今年 就是網路上面的東西 資訊非常的多 但是真假難辨 我覺得這個可能在資訊的辨別上面 會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全球趨勢 資訊真假辨別 來 對我走 答對了 來 請下三千 怎麼辨別呢 要怎麼辨別 很難嘛 這個其實就主要還是因為 現在很多的左派右派 保守派自由派 他們可能會用比較文化戰爭的方式 來進行攻防 因為已經不太是現在說實在話了 很難看到真的在這邊打起來的狀況了 所以說就會變成說在這種社群媒體上面的消息 比較難去辨別 就連傳統媒體其實有時候也會有一點受到影響 所以當然就是大家就培養一個媒體試讀 然後盡信書不如無書 還是說自己去查核核實一下 不要全部都相信 其實對於這樣子一個狀況就會有比較好的改善 真的很難 現在光是一個比如說要吃什麼 它就會有兩派 而且每個人都說自己是醫生 就是你會有點不太知道說到底要聽誰的 是 是 資訊爆炸 對 來 接下來 說到全球趨勢一定就要講到AI吧 對 而AI者得天下 這句話在那裡 AI退後手 答對了 一定有的 來 請加三千 鄭英明 美國選舉 選舉應該會影響到今年的很多事情 沒有錯 而且不只美國今年好多好多的重要證據 全都舉行選舉 那請加三千 所以選舉都不能再講 對 來 那個經濟局勢 經濟的動盪 也會影響到整個這個全球趨勢的發展 經濟動盪 對後手 沒有錯 經濟的不穩定性 因為今年其實大家都在講 美國升級 降級其實都在講一件事情 到底是軟著陸 還硬著陸 對 來 請加三千 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 對 對 貧富差距 對後手 好啦 也是給對了 為什麼猶豫了 因為這個地方 它其實今年大家特別關心的事情是 不同世代間的貧富差距 就是說現在 就是都以25歲來算好了 大概戰後嬰兒潮 他們的人25歲的時候 跟千禧世代的人25歲的時候 他們那個有錢的程度 賺錢的容易程度差很多 對 對 妳就說現在比較會比較難賺 現在比較難賺到錢 現在比較難賺 對啊 來 加三千 蕭娟 我覺得是戰爭吧 以阿戰爭 應該還是會影響吧 像剛才有提到 就是金價也就馬上被影響 以阿戰爭對火種 這個沒有在前十名裡面 已經不在前十了 那其實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說影響2024的十大趨勢 這個戰爭其實很多是突發性的 而且它是因為某一些原因 而導致了戰爭 對 25到現在打了幾年 大家也沒在提 就慢慢的 做什麼一年要解決 現在打了第三年還在打 第三年 還在打 來 接下來一年 我覺得就像剛剛提到金價吧 因為大家攸關大家的荷包 你還是會關心你的投資的動向 到底怎麼樣 金價 金價也沒有在這十名裡面 好 好 來 鄭立委 探權ESG的部分 探權 金的趨勢 沒有錯 而且更精準一點講 是說這個問題有一點政治化了 就是說氣候問題大家知道很重要 但大家如果都可以很保護地球 愛地球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這個問題責任歸在誰身上 那做探權的時候 是不是會影響到一些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會犧牲掉一些 那發展中國家就說我都已經落後了 我幹嘛要跟你一起搞探權 所以這個探權問題的政治化 是在今年很大的一個 影響到未來的趨勢 對 立委 像這種終身學習教育這一方面 因為現在全國 全球的人口都在老齡化 所以這個 像很多 像中國大陸最近把退休年齡往後延 我們也有做這樣的制度 對這種活到老 學到老這一種 這一種 做終身學習我應該是這樣講 對啊本來65歲 會影響到整個全球的改變 世代的改變 對 現在65歲還算很年輕 但日本人70歲還在做事啊 對不對 而且你看你也是25歲看不出來 然後還這樣精神異異 所以年齡只是一個歲數 是因為大家看起來 我像30幾歲說我必須要做 30幾歲是有點誇張 大家都講50而已 來 請來對我做 答對了 請加3000 來 接下來 承鄉差距 沒有錯 來 請加3000 剩你們三個人 還有兩個答案 移民 外勞 移工的問題 應該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像台灣缺工這麼嚴重 是啊 來 對我做 答對 可以有第一個數字給大家 跟就是1970年比起來 其實現在住在你不是出生的 國家的人數 跟當時比較起來 大概多了兩倍之多 大家都喜歡住在別的地方 因為可能工作機會比較多 或者是想要嘗試一點不一樣的 但這個也造成了 當地的原生的住民 可能會有一些反彈 是 來 請加3000 陳立偉 我想到那個 剛講有點類似 像社群媒體這種東西 會不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在全世界現在不同的這個 國家用不同的強項的這個社群媒體 它的影響力改變 就像如果有一種 影響到類似的認知作戰這樣的東西 現在最新叫什麼 對 對 對 然後台灣人都說True True 這一點 然後世界各為用的是不一樣的 那但是在裡頭注入的力量不一樣 也有點像世界在競爭這種 影響到一個趨勢 對 何總 這個就有點重複了 跟剛剛提到的 就是文化戰爭的一環 也算 好 最後一個 我想到是那種 詐騙的問題嗎 對 何總 很可惜也沒有在這個時的趨勢裡面 最後一個總是比較難猜一點 對 曾立委 能源的改變 會不會是一個方式的趨勢 對 能源比方說從氫能 從電能改到氫能這樣的一個狀態 應該說 這個其實也是包含在剛才提到的 一些環保議題的 這個有點政治化這樣一個事情上 是 了解 十個能猜 九個不錯了 九個都達到了 來 請補充最後一個 好 剛剛其實有一個 大家沒有提到的 就是工作型態的改變 為什麼工作型態的改變 會影響到全球呢 因為大家在疫情期間 是不是都不用進辦公室了 不是啊 那麼遠距工作 大家發現說其實還不錯 那麼大家原本以為 二二年 就是二三年 二四年 大家回到辦公室了嘛 結果發現其實第一個 回流的人沒有這麼多 大家發現可以遠距工作了 那這個為什麼會影響到 整個趨勢呢 因為有一些市區的人 大家就不想要住在市區了 是啊 像是現在美國有一些 可能在美西西岸 有一些大城市 反而住在市中心的人 是可能環境很不好 所以說其實這個可能就會造成 房地產的價格也開始出現了變動 有一些階級或者是說資金的流動 都產生在這個問題之上 這個是事實 昨天趙峰銀行董事長來拜會我 有在講到說 因為我國的銀行做相關的一個 跟美國的銀行做相關的連帶 然後投資那個美國的相關的這個商業地產 那就是因為疫情之後就很多人沒有回流 沒有回到辦公室上班 所以整個美西亞美東的很多 商業地產價格都下跌 那我們的銀行都產生一些曝顯 這樣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